安琪老師就要來分享一個厲害又好吃的咖哩鍋 今天要做咖哩牛肉 不吃牛肉的人也可以變成咖哩豬肉 或者其他的食材都可以 我們只加一點肉類 咖哩香是老少咸泥的 而且咖哩是好的一個食材 它對於我們的這個 抗氧化 對 它有這個 它有這個 薑黃在裡頭 它對於我們的這個 智力也很有風 而且天氣冷 聞到咖哩香也是覺得好舒服 對 那我今天這個咖哩 稍微帶一點這個南洋風味 好 我們爆炒的這個是大蒜跟洋蔥 對 這是咖哩的好朋友 老師你用的不是市售的那個咖哩塊 是咖哩粉 咖哩塊它本次會讓這個湯汁濃濃的 我不太喜歡用咖哩塊 我就喜歡做粉的話湯會比較清爽一點 好 那我們這邊咖哩炒一炒之後 我們放這個檸檬葉 這個是超級市場買得到的乾的香料 檸檬葉 檸檬葉 那這邊放的是香菜的梗子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香菜的那個帶梗的那個 就是光梗的部分 因為像他們在這個做菜式 或者是一些他們的這個酸辣湯 都是會放這個還有就是香茅 好 這個白色的是 椰奶 對 我說做南洋式放一點 好 所以超級市場也買得到椰奶 但是老師剛剛講要做鍋物就可以稀釋它 對 而且有的時候鍋物因為你煮了一陣子之後 湯會更濃郁 對 所以你一開始的那個湯水不需要那麼的濃稠 對 因為它煮的話會變少一點 那我們這個唯一需要調味的就是一點鹽就可以了 現在我聞到的是咖哩香 對 所以剛剛那個洋蔥大蒜跟咖哩 有炒有香有差 對 他們是好朋友洋蔥跟大蒜 對 這個我們放一點紅油 好 我們先看看紅油是老師自己家裡特製 對 你怎麼做 我是拿這個四種辣椒粉 因為像以前 就是那種我們買得到什麼韓國辣椒粉 什麼辣椒粉 乾的辣椒粉 對 以前都是用一種叫紫草讓它變紅 但是現在有韓國辣椒粉我就用韓國辣椒粉 然後有粗的細的跟辣一點的就是 所以有的就會帶色有的就會帶辣 那這個事實上是有色的那個濃郁 但是不見得那麼辣 不辣 對 今天有洪醫生在 不能做太辣 四種不同的辣椒粉 然後呢 然後鍋裡面放油 一個小鍋 放油裡面我放蔥 薑 花椒 八角 桂皮 橙皮 去把它煉 那個把油這樣子燒熱了之後 就把這油煉的有這個香氣了 然後把油沖到這個辣椒粉裡面 那那個辣椒粉 辣椒渣你留嗎 我留 那就是叫辣渣 有時候我們拌麵什麼就可以 有的菜裡面有一點辣渣比較香 好 改天我們請安琪老師來示範 安琪老師獨門秘方的紅油 對 這個就是江湖上比方說紅油炒手的紅油 對 或者江湖上有一種乾拌麵 乾拌麵 拌的紅油油 對 拿那個辣渣跟那個辣油去拌麵 像什麼蔥薑 花椒八角 花椒八角 這些香料把它帶香 對 橙皮 桂皮 把它帶香 那好 那裡面我們放了南瓜 是比較需要煮的 對 還有就是凍豆腐 凍豆腐 對 凍豆腐也可以自己放冷凍就凍了 對 買一塊豆腐回去 板豆腐回去 這個是我們的蒟蒻麵 蒟蒻麵 這個我自己吃火鍋 我很喜歡加這個蒟蒻 那咖哩鍋底做好之後 你真正吃鍋的時候 薄的肉片很快熟 對 然後這個如果是海鮮 蝦子都是快熟的 然後花椰菜可以不用煮太老 那菇也是 所以可以稍微煮一下 最晚一點 好 那同時間我們安琪老師的咖哩鍋底 這樣子其實就是加常這個OK的鍋底 對 那我們先就來放蔬菜 好 剛剛醫生有說先吃蔬菜 那這個花椰菜我們給它燙一下 那在家裡當然你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燙其他的 像現在冬天到了 同浩菜 菠菜 我們都可以放 然後菇也是 菇也是 菇真的是火鍋的好朋友 對 而且菇煮了之後 它的這個本身的鮮甜 而且它是高纖維 那今天這個老師準備的是 火鍋肉片跟一點蝦 對 那火鍋肉片是牛肉 那我今天買的不是牛小排 牛小排的油份就很多了 我買的是沙朗的部分 沙朗的部分的話 它本身有油花 但是它油花不像剛剛說的雪花 油花 那麼油 對 我覺得火鍋肉片 你在超級市場挑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 一眼就可以辨識它的油脂含量 對 但是老饕特愛的雪花 雪花 真的很容易很油 對 膽固醇高的人 吃這個真的是火上加油 對 然後我們最後就下牛肉片 那牛肉片 不好意思 我用手抓一下 因為它是需要一片一片的下 因為牛肉它切得很薄 那會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的肉比較不容易熟 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灼亮的下 然後其實這種薄片 因為它熟的快 所以稍微汆燙熟了就可以吃了 對 剛剛洪醫師就講說 腎臟疾病的人 它事實上是可以這樣 汆燙肉片吃 可是這一鍋的湯底 腎臟疾病的人 可能就沒有本錢喝 我覺得火鍋 你如果不要加太多的那個 我們講說一些醬料在裡面 其實它是 你會想它是水煮的 我們講清蒸水煮 是最健康的烹調方式 它不是油炸 不是燒烤 可是為什麼問題是在於 常常那鍋 它我們把它變成很多 其實怪怪的大骨湯 然後我們有很多牛奶鍋 那些東西裡面加了 那加上很多的一些防腐劑 重金屬什麼 一直溶解在裡面 變成那鍋湯變成不 事實上你用汆燙的食材 是蠻健康的 好 那這一鍋 這個所有食材熟了 我們就可以來試吃喔 對 聽到那個 那火鍋那個 的聲音 那你又看到那個 它這麼高級的 那個台灣沙朗牛肉 加上那些 所有的那些蔬菜 真的是 我在想說 我如果是 那我的醫師跟我講說 要限制這些吃 可是你吃了一口 喝了一口湯 你真的是會很天人交戰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我之前在很年輕 我寫過一篇文章 我告訴洗腎病人說 禮拜天不要吃火鍋 哈哈 為什麼這件事 那時候我在三軍總院當總醫師 總醫師禮拜天晚上最害怕 因為洗腎病人 他們是洗 譬如說洗135嘛